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请到的一位嘉宾 是通过Zoom从比较遥远的台湾台北 为您请到的一位非台湾人 等一会儿您就可以听到了 我们请今天的嘉宾Jonathan 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记住说英 不要说英文 大家好 台湾话也不是全世界最通行的语言 那还好 因为我台语就这么几句 好的 那么请你说普通中文 普通中文 这个不是普通中文 这个是很难听的中文 好 那自我介绍 就我在Boston长大了 然后我国中高中 我外语是学法语的 可是我一直学不好 所以我就决定这个不是我的错 这是法语的法文的错 所以后来我高三年 有一位老师就开始在我高中那边教中文 所以我就觉得中文可能会比较好学 所以我就转到中文系了 就上他的中文课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不认真 第二是我老师不是中国人 他是瑞典人 然后他老婆是台湾人 他老婆不然他在家里跟孩子讲中文 因为觉得他中文讲得太烂 可是他就是我们的中文老师 所以我没有很认真的学 他也没有很认真的教 可是就开始有一点兴趣了 然后年大学的时候就继续念 然后在大学 因为环境的关系也没有学的怎么样 后来打三的时候我就打算就好好把它学好 然后所以我就打三一整年都在台北 然后在 到台北来学中文还是上大学的一些课程 也可以在台北上 那个时候没有疫情 你可以远程上课吗 是啊 那个是没有啊 30年前 不要透露你的年纪 yeah we're getting old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住在台北 住了一年 然后在十大医院中心就上了一年课 然后学的还不错 我学习的就学习的精度 可能有一部分是因为上课 因为一大部分是因为 我在这边就认识一个一个姑娘 然后就跟他来玩的还不错 但是他的英文也不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是别的 我一定要把中文学好 然后我会去了 会美国大四年 念完了毕业了 然后就回来了 然后另外姑娘还在台湾 所以我们就继续下去啊 现在已经结婚了25年 有两个孩子 然后一直都在台北 25年结婚了25年在台北 然后大三之后 除了大四一年以外 都在台北是吗 都在台北 所以你在台北的时间 比我在台湾 也比我在台湾的时间长了 那么你的中文应该比我好了 oh let's not go there 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断 不是吗 是合理的 可是不是 不过不过希望这个 你不要认真 因为如果你要跟我比英文的话 我就糟了 那我并不同意 好的我们今天呢 因为请到 刚才你们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呢 Jonathan Jonathan Brody 好的 今天我们请你到节目当中来 当然是很希望知道一些你的这个生活经历 尤其是作为一个在台湾住了几十年的美国人 你是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你是怎么样决定留下来那么久 还是不知不觉的就过了那么多年 你一直没想回来 我当时候为什么回来 就是因为我1991年毕业的 然后刚刚美国经济衰弱了 所以就工作不好找 然后我也没有 我没有想就马上就开始研究所 所以我就我就觉得 好会去台湾看看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我就 那边看看女朋友对不对 对 对 that was the main reason 然后 所以我在这边就开始创业了 然后本来是做记者跟编辑 在英文中国日报 那个China News 现在变成台湾News 然后在旁边就教教英文 然后可是就主要的是做出版业了 然后那个所以这三十年我做了很多不同媒体 做了报社做出版社做广播电台做过电视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开一个软体公司 做教育业的软体 实际实际原来你是前辈 是做广播你是前辈了 这算是有一点点经验 enough to get me in trouble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就要利用你的这个广播的能力来做我们今天的节目 另外我也知道你现在变成了YouTuber 所以你也对这个面对镜头应该很有经验 所以我们今天完全 in good hands right I'm afraid of cameras 好的那么其实呢我最近是在脸书上看到了有朋友在宣传一本书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本书看起来有点面善 因为因为有你的名字 你的大名在上面 所以我就觉得嗯非常有趣是不是要来跟你谈一谈这本书 this is it 好的那么这本书我要我要让听众朋友们看的呢是这个 因为这个呢比那一本书的这个封面还可以说更多的话 因为这个封面就在这张照片里面 可是他还说了如果如果时光能倒流 让你让你给15岁的自己一个建议你会说什么啊 所以这就是你这本书的内容吗 哎好可以这么说 啊我去年啊跟我女儿那个时候15岁就跟他吵起来了 啊你女儿就是途中这一位小姑娘是吗 哎是那个时候他还跟我讲话啊 啊现在不讲了不讲了啊 然后那天因为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跟他说 我是你爸我很爱你 可是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喜欢你啊 啊他就很不高兴啊到现在几乎都不跟我讲话了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到Facebook我就跟我朋友说 我就问他们一个一个问题是 如果可以回去跟你15岁的你讲一句话 或是给自己一个建议你那你会说什么 然后我就睡了 然后第二天我就吓一跳 然后因为就平时我在Facebook上我博的东西没有什么反应 可能几个人按赞几个人留言 可是我那天早上我起来了有200多个人留言 大家都想给你给你或者是给他自己15岁的时候建议是吗 是而且最吓人的是大部分的人我并不认识 因为那个那个post我是公开的 然后很多人分享的 所以就很多人留言 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那我就开始念着 我就开始看他们留什么眼 我觉得这其实蛮有料的 就很有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我们就看看如果在其他的社会媒体在播这个东西 就看看反应怎么样 所以我在推特其他的社会媒体就开始放这些东西 过了两个礼拜我已经收集了3000多个留言 所以就反应很快 然后我就开始跟我孩子在研究这些东西 然后就觉得 有的人就是他们留言这些人生道理 其实有的是我已经知道 可是我讲的可能没有 他们讲的没有 没有那样的顺 所以他们是因为他们最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可以讲的很 因为每个人挑一句话来讲一定是他们最注意最在乎的一句话 对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 他就说好的决定是来自经验 经验是来自不好的决定 那这个道理很深呢 可是要我来解释 我没有那么办法就是短短的一句话这样子说 对不能这么精简的把它说出来 所以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内容了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家的一个朋友是开出版社在台湾 然后台湾的出版业很辛苦 最近真的很不好做 所以他们我们就跟他们吃个饭 就在聊天 他们说我们找一些比较 比较就是观众比较宽的一些书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最近在做这个project 就是在就是手机这些人生 就是人生道理 人生的这些 是 然后他们就很有兴趣了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可以做一本书 所以我就开始变这本书 后来变成四本书 所以我们这个月我们出了第一本就是关于爱情 然后第二本下个月出来是关于成功 第三本是人间关系 然后第四本是快乐 所以我们这半年会出四本书 所以刚才我们也看到这四本书的这个样子 我再来拿出来看一看 对就是第一个是一百个爸爸送给你的真爱语录 然后还有一百个爸爸送给你的成功语录 一百个爸爸送给你的快乐语录 一百个爸爸送给你的交友语录 那么这个交友是不一定是男女朋友了 不一定 所以这个真爱比较是男女的或者是连父母啊家长 还有各种各种的真爱对吧 好的所以这本书已经出版了 那内容我们看得到是双语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还有一点这个教英文或者是教中文的作用呢 我觉得可以的 因为这个英文的部分是很口语 口语化的 所以就是可以学到很多便宜的 那我们这个版本 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英文学习的一些功能 可能下个版本我们就会加一些智慧的介绍 所以这个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做双语的呢 就那个那个出版公司那个负责人 他就觉得如果我们做双语的 那这个除了除了这个内容之外 还有这个语言学习的这个功能 那可能会比较比较好接受了 对或者是说有更多的人感兴趣 就是不只是一个功能有多功能的嘛 就像你刚刚说的 现在出版业比较不好做 所以能够多一点的这个多一点的功能 吸引多一点的读者 那这本书就会比较成功 是 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觉得反应很好 真的倒有吓一跳 那就像你那天早晨起来 那么多的这个Facebook上面回应一样的吓人 其实我们第一轮已经差不多卖完了 然后第二刷要这个礼拜要刷出来 然后 那在台湾出版业一般一刷是多少本 一千两千 第一本第一本是两千 然后对 然后就马上就卖完了 所以我就觉得那因为我们是透过朋友的Facebook来宣传 然后就就像你看到那个鱼头鞋的 然后我们就是我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就很支持 因为他们自己也感兴趣的 他们可以这么说 我前几天 我们我在等人打牌 然后我们那个朋友就不爱看书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坐在那边无聊 我就把书交给他看了 这个人不爱看书的 他就坐在那边半个小时乖乖的一直都不爱看 所以我觉得如果连这种人不爱看书的人 他都觉得有兴趣 那真的可能有搞头的 还有一件事情是 我有一本我送给我女儿 然后他拿去学校 他就送给他一个朋友 过了两天他就回来 他就跟我说 我有四个同学 也要买书 要你签名了 要你签名 然后他们买书要送给他们 还是 不是他们买了 他们买的是要作者签名的 我就觉得很惊讶 是因为我本来是觉得 这本书是写给年轻人看的 可是我就觉得 年轻人可能自己不会去买 可能是家长父母亲或是爷爷奶奶去送给他们 后来发现 这个小朋友他们也会去买 我就觉得很不错 所以你女儿愿意拿去给同学看 可见他也并没有觉得很丢脸 我爸爸做这种事情太丢脸了 反正我做什么都丢脸 这件事情不算丢脸 所以听起来他一定是一个teenager 对吧 反正他怎么样 我就要记得 反正我16岁的时候 我比他差很多 所以他现在16岁 你拿他跟你16岁的时候比 所以他已经不止15岁了 那我就想到这个整个经验 就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是 我16岁的时候我忘了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突然的发现我父母把我们养到了 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 是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要出院的时候 胡适就给他们一个手册 就是像大三个洞的那种书 这是养孩子的手册 这个owner's manual 孩子就是这样养大的 你看这个就可以了 我就16岁的时候 我就突然发现 they didn't know anything 所以他们也没有看了那本书养你吗 没有 他们就边做边看 然后我们就是一个 一个science project 对对是实验品 然后就让我想到 就一半的父母都是要过这种的经验 因为当父母的时候 自己也很年轻 二十几岁生小孩 二十几岁也没有多大 也在法律上算成人 成年了 但是 可是你问 如果你真的问这些人 你认不认为你自己是成人 是成年人 我相信一般的人都很怀疑自己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接着听你当初有没有怀疑你自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 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去为您邀请到的嘉宾 Jonathan 是一位在台湾住了很多年的美国朋友 那么他最近呢 也出了一本书 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一段 提到了这本书 但是呢 他也提到了他的父母 把他抚养长大的过程当中 似乎是边做边学 而且自己也不太清楚 应该怎么做 所以我在想 他既然16岁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发现 那么当他有自己的子女的时候 他又是想用什么样的方法 去教育他们的 江南生 也不算是一个很正式的观念 我们也是边做边看 因为我们在这边 就一半的家庭 就是身边都有爷爷奶奶 就外婆外公啊 那我们这边都没有 所以我们就是考自己考朋友 然后就把孩子这样养大了 就考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可是好 那像我女儿出生的时候 我们在三种了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我们家都没有女生啊 我们家三个兄弟 然后她是整个家庭 唯一一个女生啊 所以那我就很骄傲 而且孩子这样的漂亮 跟他妈有关 跟我无关 不被谦虚 那是 true 然后我就 因为他妈妈在睡的时候 我就会在 在那个病房那边 我就走来走去 然后给护士小姐看 就悬腰啊 然后我就假装没有听懂中文啊 然后就在旁边就听他们在说什么 然后最好是有一个年轻的 一个护士小姐说 我就是要找这个外国男朋友 生一个孩子 所以找个外国男朋友生孩子 就会漂亮 这是大家的这个 一般的想法 好像是 他是这个意思 然后他就 他小的时候就很乖 爱跳舞的 爱唱歌的 然后哥哥那个时候拔岁 然后我们就跟哥哥说 他我们要是给他剩一个妹妹 他就说了一句 我的未来完蛋了 可是他真的很疼妹妹 真的很照顾他 所以他的未来真的完蛋了 因为太照顾妹妹了 是吧 真的完蛋了 他很有先见之明 是 因为现在儿子就哥哥 大千天去当兵 所以就不在了 然后好像最难过的是妹妹 就是因为哥哥照顾的太好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请哥哥解决 功课不会的话 也可以请哥哥帮忙 都是他在管 所以现在至少英文有问题 还可以找爸爸对不对 是 那其他就很难说了 其他就不一定 历史地利 这些国文 那我就比较绑不上了 小的时候 哥哥小的时候 我要帮他背论语了 是吗 背论语啊 yeah that didn't work 是 是他背下来了 你还没会 我们就一起背 然后一起没有背成功 一起背不下来 是啊 那么 我知道既然这个护士小姐 都说他漂亮 一般来说 刚刚出生的小婴儿 是看不太出来漂亮的 所以他一定很小 就很漂亮了 那么这一路长大 会不会对他来说 或者是对你们来说 造成困扰呢 还是你永远都是觉得 很骄傲 要炫耀 要这个让别人知道 他很漂亮 很可爱 他就是长得漂亮 这个没办法 可是我就 我最近他念的高中 就有一件事情 建议是 这个高中 他们给孩子 给女生的那个校服 我就不知道是谁设计 可是那个裙子真的很短 所以那我没有 我不介意 可是我觉得他因为我们住在公馆 然后他 我就觉得在马路边一个少女生 穿成这个样子 就是至少麻烦了 而如果是自己花钱买衣服了 要穿成这个样子 那个是一回事 可是学校 可以学生发这种校服 那我觉得 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我们给这个 我们某些朋友 就是看YouTube朋友 可以看到你这个可爱的女儿的样子 这是他小时候 小时候胖胖的 小时候真的是很漂亮 现在当然长大了 就是另外一回事 我还没有看到 我们再看一看 他小的时候 你跟他一块 在外面玩 所以你觉得台湾是一个 很适合养小孩的地方吗 我觉得非常适合 我真的 我跟我美国的朋友联络 我就觉得 在美国养孩子真的很困难 因为不就是因为 这是肥重的关系 然后学校什么都归 我就觉得 好可以这样说 我刚来台湾的时候 我在光人高中 在那边讲英文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孩子 对他们同学都很善良 然后很有耐性的 很就是好像 都对自己人都很好 然后对同学都很好 跟我念国中高中的经验 完全不一样 因为后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差别在那里 是在台湾 高中生是大孩子 那在美国高中生是小的成人 然后美国就 其实孩子 这个高中生 他们根本不够成熟 面对成人的问题 可是就美国的社会 给这些孩子的感觉是 好你已经是成人 那这些你不应该懂的事情 你要你要懂 那所以我在美国长大了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也知道我什么都不懂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好像社会给我们的压力 就是要假装什么都懂 那台湾好像 不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好像比较少很多 所以在台湾长大了 可能我女儿觉得 在台湾长大很无聊 她就是希望去美国 念高中 因为她觉得美国是一个天堂 可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真的在台湾长大比较好 你这样说 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可能是在台湾 家长对孩子比较 不那么放心 比较保护 所以孩子就不必被当做大人 而是当做大小孩 不是小大人 就跟你刚刚说的相反 那么在美国 小孩到高中毕业 就等于是成年了 所以在高中的时候 就是成年之前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所以她就变成被当做一个快要成年的人 而不是长得很大的孩子 可以这样说 因为我们在美国长大了 那现在我不敢说 因为我这几年我一直都在都在台湾 可是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就放学 我们就到处跑 就骑个交代车 或是坐地铁 就到城市 我们父母都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都不知道我们在干嘛 所以真的是很自由的 然后就是要很快就学习怎么样考自己 那台湾比较不一样 而且现在有手机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手机 所以就是始终联络 就是正常的形态 那在台湾如果孩子不接电话 那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 我觉得在台湾长大 就是被保护的 这样子让我想起来一个 在美国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 就是叫做直升机父母 是 那这个美国也有 而且有的很夸张 可是在美国 这个形态就是算很不正常 那在台湾可能不算太意外了 对就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可能有人会觉得你 你太放心你的孩子了 他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 不只是不负责任 对就变成是不负责任 而不是说训练孩子独立了 或者是怎么样 而变成是不负责任的父母 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压力吧 所以你在台湾会感觉到社会压力吗 会感觉到社会压力 总是会有 但是因为你是外国人 至少你看起来像外国人 所以大家对你的这个 expectations会不一样 是不是你觉得 是 而且因为我是外国人 所以大家都会比较 我做错做错什么 或是我就是如果有 这个怎么说 反正会比较容易原谅 或是比较慷慨 那因为我是我在台湾这么多年 可是对中国文化 我还算是有一部分是很陌生的 然后还没有磨练 所以那有时候对我自己 很有用的我可以装傻的 哦这个我不懂 因为我是外国人的 不好意思 那我的孩子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我儿子像他每年暑假 他都会去美国 跟我父母在那边 所以他在文化上 他算是中国人 或是美国人很难说 所以他就是每件事情 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那妹妹也是同样的问题 他算是外国人 或是算是台湾人 就是我觉得他是看情况来决定 所以对他来说 既然他能够看情况来决定 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 对他来说比较轻松的地方 而不是说负担很大的一个事情 可是有点复杂 因为他自己以情况来决定 那要看别人怎么看他 因为如果他就是觉得 哦好 那我在这个情况 我只是要当美国人 那如果他影响到别人 那别人会怎么看他 他也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对你们三位来说 就是你这个爸爸 还有你的一儿一女 对他你们三位来说 在台湾都不是最典型的台湾人 所以呢 就是很容易被人家这个看出来 你们是不一样 所以当然也就比较容易吸引注意 那么这一点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没有什么好或是不好 那是生活 中国有一句话说枪打出头鸟 你被别人看到你就比较被别人当目标 就target你啊 所以好事也会落在你身上 不好的事也比较容易落在你身上 你觉得会吗 其实这个我没有太注意 因为就是这些人我就发现 不管我做什么 别人怎么看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管 所以我就是要好好做我自己 好好管孩子 我就要什么 我就是尽量把孩子养大了 给他那个好的价值观 然后别人这么看 那也不能说全部那个是他们的问题 可是我真的是有时候管不住了 那我就管好我自己就好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你这个是不是属于你书里面 这个一些人给的建议之一 好 这个人生到底是我自己发觉出来 总结出来的 有一个人他就写了一句话 让我想一想 他就说 Live your life Do what you want People are going to judge you anyway 就是说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活着 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过日子 因为别人一定会 对不管你做什么 对用他们的方式来看你 用他们的方式来评价你 你怎么做是你的事 他们怎么看是他们的事 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嗯 还有一个人他就是说 跟这个有一点关系 他就说 Freedom comes from forgiving yourself and others 对现在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原谅自己 原谅他人 你就自由了 是啊 所以其实原谅自己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常常说原谅是原谅别人 我觉得一定要原谅原谅自己 因为好 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错过很多事 然后也是害了别人的感觉 那伤了别人 对啊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年轻了 我没有经验不成熟 那这事情是发生的 然后找不到人给他们道歉 那我就没有什么办法 我就一直就感觉不舒服 或是原谅自己 然后自己就再进一步成熟 我真的去觉得过去的事情 那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错了 那如果不原谅自己 那你不是每一天到晚都在折磨自己吗 是 所以如果你过去做的事情 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 你也找不到这个被你伤害的人去道歉了 只能原谅自己 否则的话就像你说的 就是每天都睡不好觉了 就是这是一种所谓的内疚 就是guilt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 最后对人伤害很大的一个感觉 所以当你有这个内疚的时候 其实是很需要原谅自己 也是一种放过自己 不要对自己太太严苛 对自己不要太坏 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因为因为我自己有这种经验 就这种感觉 所以那我从这个书里面 有调到另外一句话 就是跟我女儿就强烈建议 她就可能要听这句 这句就是necessary kind true everything you say should be at least two out of the three 你必须说或者是一句真话 或者是一句好话 就是你要说的话 必须是要不就是非说不可 要不就是一句好话 要不然就是真话 要不然就闭嘴 对就是这三者要有两个 所以你如果要说一句好话 不是真话 但是是必要的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 这就是有点像是白色的谎言 有的时候也是必要的 那就是是不是真的 但是你有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说 因为是好意 是好意 所以那我就我在写几本书的时候 我就有的时候 我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这个我希望我15岁的时候 我自己有学到这个人生道理 如果我那个时候知道这个事情 那就可以避免这个错误 或是避免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我从我女儿的角度来看 那就希望 因为我知道 她现在在面对这些问题 如果有人跟她说这些道理 她可能会 不一定是会避免这些错误 可是会比较有自信 比较 看得比较开 吉普罗说 有一句话就是 好 那这个跟美国文化有关 他说 You can be the sweetest peach in Georgia But some people just don't like peaches 这个要怎么翻译 就是说你认为是这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别人可能觉得是垃圾 就是别人不认为是最好的 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东西 别人看不出他的好在哪里 不一定是这个意思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在广告时间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等到广告完了 回来再来说 这句话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成中文 好的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 是Jonathan先生 那么刚才呢 在第三段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声小小的惨叫 所以呢 我想Jonathan 请你介绍一下这位朋友吧 Oh This is OK 我女儿叫她 Bear 其他的人都叫她Chocolate 我叫她后悔 后悔 Yes 为什么你叫她后悔呢 好 那这个是我可以跟大家建议 如果你要买一只狗 给你女儿当生儿礼物 那就恭喜你买了一只狗给自己 你的意思是说 照顾这只狗的所有工作都是你的 溜狗 喂狗 情节 细糟 It's all this guy 所以你是很了不起的狗爸爸 对 好 这个是变成我的工作伙伴 Go on Get out of here 如果听证朋友不知道你是在跟狗说话的话 会觉得你不太有礼貌 Sorry 好的 那我们刚刚在第二段节目的最后呢 是讲到了一个这个关于桃子的事情 那么请你再说一遍那一句 You can be the sweetest peach in Georgia But some people just don't like peaches 那因为Georgia州他们的水蜜桃很有名 就是很甜的 然后你是甜中之甜 就是甜的水蜜桃最好的 但是还是有人根本就不喜欢桃子 所以你再甜也没用 嗯 那意思就是不管你怎么样 有的人就是会不喜欢你 那也没办法 那只好算了 嗯 那你就好好找自己人了 找自己的朋友 找欣赏你的朋友 嗯 那么听起来你的书里面还有不少的好建议 你觉得 你当然刚刚这个是属于比较美国文化的 因为大家并不知道这个乔治亚州的桃子是多么好 那么有没有还有其他一些 也是这个中英文 就是看英文的人很了解 看中文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或是相反的 会啊 嗯 因为就是有的跟党地文化真的很有有关系的 所以就翻译这本书我觉得是有点困难 然后帮我翻译的那个人我觉得就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 很难得的 我要插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建议都是用英文写给你的是吗 都是用英文的 可是没有得到中文的 这本书的title就100个爸爸真的是很有意思 因为真的是每一本书真的是一千多个人提的意见 然后就来自各个地方 有的是有的人是欧洲 都有的我几个是土耳其中东啊 有的差异那么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嗯 因为真的就跟文化很有关系的那些大部分的我都散掉了 因为我就是希望这本书是可以做 本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一本书 所以我本来有五千多段五千多短话的 然后就把它删成到一千两百个 然后这一千两百句都是比较universal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的 放逐四海而接准 是 然后就比如说 好这句话我喜欢 raising kids is hard sometimes you're going to feel like you're failing as a parent everybody feels like this are the kids safe are they full do they have clean clothes you're doing fine don't think so much 我是觉得这个是 大家都可以都可以融到的一句话的 对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 不是很好的这个父母 但是你只要让孩子安全 有干净衣服穿 有吃饱饱 对吃饱肚子就就好了 就已经是成功了 对 至少没有失败 就表现得还不错 那么这样子的话 翻过来想 你16岁的时候 虽然觉得你父母不知道该怎么养你 但是他们也是让你安全 让你干净衣服穿 让你吃饱豆子 所以他们也是很成功的父母 很成功 而且我们三个不好养 我们真的很麻烦 所以去年我就跟我女儿 就是吵成这样子 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就跟她说 妈 抱歉 然后她就大笑 她说 我这句话 我已经等了 等了那三十几年 我还以为你跟你妈抱怨 然后她说 你活该 这个我就懂了 真的应该跟父母道歉 因为我们真的不好养 是 所以我猜 有一天 你的女儿 可能也会跟你道歉 当然现在她是不认为会如此 你也不相信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 好 那我就开始等 我也要等三十几天 对 有可能 因为既然你 你妈妈等了那么久 你可能也需要等那么久 嗯 然后 有另外一句话 我就是蛮喜欢的 这个比较长一点 他就是说 A man needs four things to be happy in life Someone to love Somewhere to live Something to hope for And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Everything else is distraction and vanity 所以一个人要 要能够活得好 只需要有一个地方住 有人去爱 然后要有什么东西引以为傲 引以为荣 还要有一个什么 跟你希望的一个东西 啊 就算你还要心里有希望 心里有一个梦想 嗯 所以我想你的女儿 至少是可以让你很骄傲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很好 哎 也是我的希望 也是你的希望 对对对 三十年后他会跟你道歉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就慢慢希望吧 你就慢慢等 因为有梦 总是好啊 有这个梦想是非常好的 嗯 那么你觉得对你来说 你既然喜欢这句话 你就认为它是对的 那么你现在是不是活得很开心呢 有地方住 我真的觉得这句话 就很有道理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就会想大了 就好我要创业 要发财 要做什么名人 要做就是 有一个很有权力的一个人 后来发现这个 不能说都是假的 可是 真的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觉得 过一半的生活 就好好过日子 也是一种成就了 是 这个 当然你说 那些什么 名啊 利啊 权势 不是假的 但是没有那么重要 是 所谓 不是假的 但是呢 也不是能够 长久维持的 而且得到了之后 有 就是有一下子的成就感 可是 那个一下子就过了 然后就不会非常的 非常的觉得自己很幸福啊 自己要再定一个更高的目标 对 然后一直在追踪就不同的目标 那如果你可以 好好地感受你 闲有的东西 那就是快乐 是 我还听过一个对快乐 或者是幸福的定义 就是说 你的大的目标 或者是这些大的事情 大的成就 你可以有成就感 但是你不一定会有快乐 会有幸福 而什么是幸福 什么是快乐 都是那些小小的事情 一个一个累积起来 人家有很多小小的快乐 你才是一个快乐的人 你不是有一个大的成就 就会是一个快乐的人 就会是一个幸福的人 也有人说 快乐的关键 就是 不要有任何期待 当然 我觉得很对 所以你不要期待 你女儿会跟你道歉 我什么都不期待 抱歉 给你了这个 希望给你的梦想 然后又把你的期待拿走了 那是OK 所以这本书 还有一些什么 很有意思的 或者是很有价值的建议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呢 有一个人 他就写了四个字 You can't afford that 就是你想要什么 你都买不起 你想要的你都买不起 就是好 这个真的 真的很实在 因为我们在逛街 或是在网购的时候 如果你背后有一个人 就说 You can't afford that You're right 你就不用去剁手了 就可以省很多钱 省很多麻烦 还有一个 好看一下 A friend is a gift You give to yourself 这个其实是蛮深 蛮有意思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你如果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其实是对你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是你自己送给自己的好礼物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结交一位好朋友 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事情 不一定是每一个朋友都是好朋友 可是 对 你的意思是 交朋友就是一个礼物 对 因为就每一个朋友 在你的人生有不同的角色 然后还有一句 If it smells like shit Everywhere you go Check your shoe 这个我不想翻译 你自己翻译吧 如果你去到哪里 都会闻到大便的味道 那你就看你自己的鞋底 意思是 如果一遇到的人 你到处都是遇到困难 那可能问题是你自己 就是说不可能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那么的不好 一定是你自己带来了什么 让你周围的世界显得那么不好 还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 真的很深 是 Everyone you meet is struggling with something you don't know you know nothing about you have to be kind 这句话 对 我觉得 我非常同意 因为 每一个人 他如果说了什么话 或者是做了什么事 其实 背后都有原因 并不是你表面上看的 如果他对你不礼貌 也许他是因为今天 被别人骂了 或者是被老板 这个 扣了薪水 或者是什么 你不知道他经过了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他现在的表现 并不是能够代表他这个人全部 而且意思是 有人逗你生气 那你要多想一下 不要马上就是 就回嘴 你可能要多想一想 这个人他为什么跟你 对你这样子 为什么跟你说这句话 可能跟你无关 可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是 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一个人 对你说的话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当做是对你自己的人生攻击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 其实我收到的这5000多句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theme 就是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所以这个最大的主题就是 不要把人家说的话都当做是针对你的 把人家做的事情都是针对你的 其实并不见得 或者是几乎都不是 跟这个有关 有人说 we judge ourselves by our reasons but we judge others by their actions 所以刚好方向就是相反也是对的 因为别人都会以我们的 我们的动作 我们的话来判断我们 因为他们他们看不到我们的思想 对所以 他们看不到我们在想是吗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做事都是有理由的 但是看不到别人的理由 只看到别人做出来的事情 只看到别人的行为 只听到别人说的话 所以都不知道后面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在 编这本书的时候 我想到了 就是如果我15岁16岁的时候 我父母就买了这本书送给我 对我的人生的这个过程会有什么影响 我会看吗 我会挺进去吗 我相信我会看 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很容易就怀疑自己 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也知道我什么都不懂 可是我也不敢去问别人 因为首先我不想让人家给 我不想给人家的感觉是 我什么都不懂 不只是 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自信 所以这是要假装有自信 所以那如果我问这种问题的话 那是不是表示我对我自己没有自信 所以就不敢问 那如果有这么一本书 那我就可以自己看 然后好像就是这种感觉就比较安全了 我可以就是去研究这些题目 可是也不想跟别人就直接问这种问题 那我会不会挺进去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 我那个时候就听不太懂 因为那个时候不够了解世界 也不够了解自己 那可是如果我有这本书就放在暑假了 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就可以去看看 那有没有人说关于这种事情 有说了什么话 那就随时都可以学到新的东西 而且就可以进一步了解 我现在在我就是遇到了这些困难 是我觉得虽然你刚刚说的是 你不一定会听进去 但是真的是有那么一本书放在那边 感觉上是蛮有安全感的 也就是说你碰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翻一翻看看里面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建议 而不是觉得自己很孤单 要面对所有的事情 没有任何人给你一点帮助 是 所以我想你编这一本书 跟未来的这三本 其实会对很多人有帮助的 那么也希望需要的人 都能够知道这本书的存在 然后呢来买这本书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赚大钱 但是我相信你一开始编这本书的时候 根本不是想到钱的事情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想法 然后变成一个很有趣的这个project 钱是另外一回事 我最主要的就是希望 我女儿看完这本书 会开始跟我讲话了 对至少先跟你讲话 虽然不是道歉 但是讲话很重要是吧 是吧 不过我想 他早晚会跟你讲话的 因为你毕竟是他的爸爸 你是他唯一的爸爸 这一百个爸爸里面 你是他唯一的 那么今天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不能够跟你说太多 你还有没有最后的一小段话 他要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说呢 好 那 我看一下 If you're in a hard situation and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Do the thing that will make you feel proud of yourself later 所以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你至少不要做以后会后悔的事情 你会做要做以后让自己还觉得说 嗯我做对了 我至少没有让自己失望 或者是不必以后来原谅自己 对 那今天非常谢谢 Jonathan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聊了 关于这本书的事情 也聊了关于他的人生 希望他继续 把这些书都 编出来 能够去帮助更多的年轻人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得到一些他们不太好意思 开口跟别人问的建议 好的 谢谢Jonathan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嗯嗯 晚安 晚安